經過兩個月的封館整修 位於基隆市越覽市角落的鄉土文史寺 窯車一變成為充滿北歐風格的美麗書屋 比較跟以前的圖書館不一樣 我們沒有用鎖書號來做分類 我們用書店這種類似的觀念 去分了七個大類別 就是這邊是歷史 生活 然後文學 然後還有基隆資料跟市政資料 還有海洋文化 還有藝術這樣 不只改造後的空間明亮 圖書擺放也仿效書店依主題呈現 更多與基隆有關 甚至還有難得一見 已顧立委及知名作家王拓 與基隆其他藝術名家的手稿 想要研究基隆或想要來探讀基隆的人 他其實透過這裡所有的資料 能夠閱讀到所有相關基隆的一些文獻 甚至包括市政的資料 那我都放在這裡 那如果有一些是絕版的 我們會利用電腦查找的部分 可以讓他們引印出去 這是牛丑港 以前那個很淺 這是那個後宮島 後母島 後宮島 把它整個挖掉 竹港 對 竹港 那這是以前 田妖河旁邊 喜歡閱讀也愛收藏書籍的 基隆市長林又昌透露 取名基隆書室具有雙重意義 書室有雙關語 一個當然就是 一個以基隆為主題的一些出版品 還有相關的一個資料 所匯集的一個地方 那另外一個就是希望大家在這個地方 閱讀閱覽的時候 也可以很舒服 很舒適 除了館長基隆書籍期刊 基隆書室還規劃有策展空間 未來將收集更多點擊資料及影像 成為發展基隆學的基地 也讓民眾更加了解基隆這座城市的內涵 記者 張啟騰 金融報導